國中跟高中的時候經過這些廟就會覺得好有趣喔 跟我接觸的宗教是不太一樣 所以我對這些都是非常好奇 在我國家出現的文字那應該是我要看得懂 所以我一直想要知道它的意義是什麼 後來也是我考大學 然後在很多語言之中要選一個語言 我就選了中文 那時候在越南讀書 我很喜歡台灣老師講的發音 然後它的聲音真是很溫柔 很好聽啊 所以我就決定我要模仿這個聲音 請你們先說 mineral人有清一下 我如何唸若五個字嗎 可是好的無論和我不是有認識他 我看得懂哪有幾個字 replace 像你看到這種你不懂的字 你會很有興趣嗎 很有興趣啊 因為我讀中文已經有十三十四年 如果有看不懂的字 我覺得我讀書有點失敗耶 所以到這邊看不懂的 我大概會去問一下廟裡面的人 那我們去問一下廟宮 阿伯 可以問一下嗎 我剛剛看到這個我是 我看不懂這四個字 這四個字 聲 鈴佩弦 潛鈴 聲 是捲舌嗎 聲音的聲 聲音的聲 聲音 是什麼意思 它的鈴弦廣播成神 佩弦就是怎樣樣型 樣樣型 所以這邊的神是很靈感 都很靈感 然後只要請求都可以 對 OK 謝謝您 因為我們發現台灣人好像拜拜有一套喔 所以你要從門開始然後從左或是從右開始 我覺得這個滿有趣的 像我我總是要走錯了 我看過一些廟 然後我發現廟拜的神其實每一件事不一樣 然後有一些神我不認識 然後我問台灣人台灣人也不認識 我說你不認識為什麼你可以拜拜 他說這是都可以拜啊 因為有拜就有好啊 然後我就發現其實它是一種心理 心理上的一些作用 但是連自己都不知道在拜誰 那我覺得這很有趣耶 其實我一開始大學畢業之後 我想當老師 中文老師 但我覺得我中文不夠好 因為四年其實學會了不多 然後自己能力也有限 所以那時候有一個台灣老師 他跟我說你要不要來台灣讀碩士啊 因為我看你那麼喜歡讀中文 我那時候是有一些活動 然後在推這個外籍生 所以我可以申請到獎學金 那我就來台灣讀書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的風光也會有關係 而且我會有一些活動 但是我的風光也會有關係 怎會沒有關係 會不會有關係 是要我會有關係 不要緊抱歉 不要緊抱歉 楼子 別緊抱歉 嫌我覺得 我會有關係 有时间就会带 如果我太早出门的话 就爸爸送去上课 是爸爸送还是妈妈送 今天妈妈送去上课 有点紧张 等一下跟妈妈说 谢谢妈妈送我上课 好不好 老师有教你哦 早 今天要上学了 你看 全部朋友已经到了 早 早安 谢谢妈妈送我来生日 我今天的行程是下午有一个博士班的课 然后我今天是当学生 平常我如果是当老师的时候 那机会都是在台北 但学生的时候就是往新竹 在台北 在台北 为什么我想要念博士班 其实很现实的就是为了工作 因为目前我在台湾工作 我是兼任老师 所以我希望可以往这个方面去发展 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我要有博士毕业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 就是继续念书 把可以念的书念完 其实在台湾那么久啊 我一直感觉到 台湾人对我们东南亚人士啊 就会有一个比较刻板印象的 就是书读不多 所以我觉得 身为一个在台湾的东南亚人 我希望我可以拿到 台湾人也很难拿到的一个文凭 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证明给大家知道 其实我们也会做得到 台湾教育其实是很开放的 所以在我们上课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跟老师讨论很多事情 其实外籍生在台湾很多 我看过同学啊 外籍生的同学都很喜欢台湾的环境 但是我比较特别 我读的是中文系 中文系外籍生很少 尤其是到硕士班博士班 然后大部分都是越南籍 我来台湾的目的是读书 我那时候是在原始大学 念中文系的硕士班 毕业的那一段时间 准备毕业的那一段时间 其实很犹豫 心里就是很舍不得离开台湾 然后那个时候就刚好 那一个时间就遇到我先生 过来 我几乎都没有自己的时间 除了工作 除了读书 然后剩下的时间都是小孩子 因为开学之后 要做老师也要做学生 然后也要做妈妈 所以如果母不在的时候 老公在家里陪小孩 来 我哥哥姐姐又没事回去跟她说 你怎么那么好 我妈妈都在旁边陪着你 她的小孩都是外婆在帮忙顾 然后回去我就说 你怎么都顾她 小孩都不顾我小孩 就想说跟妈妈撒娇 然后妈妈说 谁叫你家那么远 自己选择的啊 所以 有时候回去撒娇撒个娇 然后 还是要把行李过来 只是过了一段时间 就会习惯啊 回去的时候就当女儿嘛 当女儿就当公主一样 什么都不用做 就算已经有两个小孩 小孩就那一定就会有人顾 但是回来这边就是为母做起来 拜拜 我在越南的家庭 是很多兄弟姐妹 我们总共有五个 我是排第四 我是被很爱的一个小女儿 不用做事啊 那我就很喜欢那个 人多的家庭 然后 大家一起吃饭啊 买什么也可以一起讨论 就觉得这种生活 真的是很开心 我们现在要去买咖啡给婆婆 因为她在那里有开服饰店 如果是我开学的话就很少啦 因为我开学就平日都一直在忙 然后没有开学像暑假或是假日的话 经过就会过去 所以就会在那里有什么时候 我去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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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就是 我们在那里有两个小孩 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小孩 還不要拍 還不要拍 畫那麼漂亮 可是有亂出發燥的 等一下 我現在把音樂關了 自然就好 我剛剛還打電話跟你爸說 說叫他打扮帥一點 你這邊沒有畫完嗎 是喔 應該是吧 這是最美的歐巴桑 每天都穿得很漂亮 謝謝 真的很幸福 雅芳請我喝咖啡 我選擇吃柚子 每天都吃 開心嗎 蠻開心的啦 我說妳要 我開朗 對啊 你看 我放一遍馬上就可以跳舞耶 你跳一下看 昨天我去跳回來耶 每天都馬上去跳舞 沒有每天啊 沒有每天 你不要回來拜託喔 不要養喔 平常養幫有空的時候喔 平常那麼忙 也會過來幫忙 OK OK 我家在越南做生意的 我從小是當店員的 很穩喔 做那個陶瓷 瓷器 那個熟水 我出去玩一下 出去跳舞跳一下 我就叫他來啊 現在沒辦法 現在小孩子兩個 我婆婆其實應該說 還沒有熟一開始 她會有一點害羞 所以她會躲開鏡頭 但是 她是一個很開心的人 所以她一整天都很快樂 來到雅芳屬斯 說 有時候 我都要騙你 老子要騙你 你跟她一起吃飯 但是我用體力擺子出去 所以是跟她在喝咖啡 我覺得她跟一般的女孩子 是蠻不一樣的 她的家庭觀念特別重 她認為一個正常的家庭 應該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洗 吃飯時間大家都坐下來 然後 討論一下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這一點真的讓我有一點意外 第一次 見到她的印象是 她很胖 她那時候很胖很胖 第一次 見到她的印象是 她很胖 她那時候很胖很胖 她123公斤 其實她是一個很 你看到她就很開心 所以這是很有喜感的一個人 其實一開始我不會覺得 見到她 我不會覺得 我會跟這個人結婚 我會留在台灣 我沒有這種想法 她是瘋狂地追求 可以這樣說 在越南的時候 我就聽說她要準備開刀 然後開刀大概 她花了十幾個小時開刀 她第一次醒過來 她還帶著那個呼吸 那個氧氣 她就叫 妹妹打電話給我 我接到電話 然後我看到她在那裡 帶那個氧氣 我講到想哭 她帶那個氧氣 然後沒辦法講話 她就是看著那個手機 然後我覺得很 應該說 動了心 就會知道 她經過那麼 很危險的一次手術 然後醒過來第一個人 她要見的是我 所以應該說感動到我 可以建議這衛生紙嗎 她那時候其實很猶豫 她有找我談過 說 我們真的要在一起嗎 我們真的要走下去嗎 那因為異國戀的關係 她認為我們會很辛苦 她有問我說 我想清楚了嗎 衝動啊 結婚也是一種衝動 不管做什麼事情都是衝動 既然選擇就是 面對啊 解決啊 來 宇軒 喔唷 宇軒 宇軒你可以念一段 越南語的詩詞嗎 她穿我的衣服 我陪小孩子的時間都 包含 落去細心 破去特殊 安靠 造型 破去爽口 吃去爬口 好 全家都我下 全皮分去60磅 有嗎 剛剛爸爸 人家調飯好 哈哈哈哈 真的不受工 哈哈哈哈 從 你沒辦法用 阿爸 阿爸 破誓你們去衣服 很快動手 因為為了 為了 送飯 送飯還送飯 所以說來到亞方 從結婚時刻 是由 庸上應使用 伺手 做 我們全部都放進去 這次是說 本來是說下自由 台北下 像大家來的台北下 永遠填修 這當然是 下渡的資格 來實現 台北下是常常用 永遠填修 永遠填修 平常是台北下 台北下 阿公阿婆 阿爸阿妹 吃薯條 吃薯條這麼好 那你有帶回來給我吃嗎 吃完了 那還有吃什麼 他們那個時候都要搬出去 你是比較贊成還是反對 贊成 因為 因為 沒有我就覺得他們應該是各自的生活 因為 哥哥也成家立業 就是有小朋友啊 然後包括我嫂嫂 應該要組成一個家 因為阿公阿婆以前跟我們就說 結婚就是長大 你就是成立一個家 不會說因為搬出去啊 然後就變成說 我們沒聯絡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 爸爸 還好 什麼比賽啊 在二樓吧 二樓也沒有 三樓咧 那你等我一下可以嗎 現在要出去哪 我們都知道 婚前婚後 生活就會有很多很大的差異 可能我比較黏人吧 都是要兩個人一起 可能吃飯啊出去玩啊 或是除了工作之外啊 那就是兩個人的生活 那之後我覺得開開心心的 結婚後 馬上遇到的問題就是 不是兩個人的世界 就是 跟公婆一起住 其實結婚之前我很有信心 我在台灣五年了 我中文那麼好 我覺得應該是 異國婚姻對我來說 沒什麼問題 因為我很了解台灣人啊 我住那麼久啊 但是真的沒想到 我遇到難題 我今天來的台課大 是當老師 然後我一般就是 教越南文 我在大概五年前 當越南文老師 所以那個時候 師資是很少 所以我們一般是用推薦 到現在我已經教過 大概六到七所大學 然後目前這是三所大學 這個時間剛剛好 碰到兩節課 所以選了越南文 有嗎 有沒有時間剛剛好 有沒有 是滿剛好的 是滿剛好的 所以有其他的理由啊 就是學語的滿好玩 然後就來 然後剛好 就是英文四個東西不見了 然後就來選越南文 後來選這個文章 就是因為我有一個舅舅 他現在是在越南旁邊 然後他有時候回來台灣 然後就對 就是他那個 跟他越南朋友私訊表演 然後我們就在旁邊聽到 就覺得那個 那個越南文聽起來 滿炫 在這個暑假的時候 我去越南做 快獎的越南國際志工 哇 我在喝那個 五支的東 其實在幾年前啊 越南文沒有那麼多人 人去上課 那算是個冷門 那到現在啊 過了幾年之後 目前在台灣有好幾所大學 是有東南亞語系 到了現在這幾年 我們隨著政府的那個 新南向政策 所以越來越多人 去想要往東南亞發展 所以如果語言學得好 你去那裡就不會遇到 什麼困難的 那越南文單字的結構 我的學生呢 包括很多 譬如說有從越南來的學生 然後他是從小是住在台灣 那可能是爸爸媽媽媽 是越南人 那在台灣的這個環境下呢 他不會講越南文 或是他會一點點而已 他想找回 爸爸或是媽媽的那個文化 因為跟外婆 外公感情也很好 但是溝通上 所以有些問題 然後第二點就是 他覺得他目前可以到越南發展 然後這是他其中一個 非常好的優勢 他就下決心是把越南文學好 一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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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了很多台湾人 好的也有不好的也有 有一些台湾朋友 对东南亚国家的认知 可能是骗见的 他认识的不是全体整体的 他对东南亚人士 就会有一点歧视的行为 那我对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心痛 所以我想要在台湾叫越南文 我的目的是接触更多台湾人 让他们更了解越南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彼此 能不能说互相了解彼此尊重 要鸡胸肉 要鸡胸肉 我要鸡胸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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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是一個嗎 對 那兩個 我要兩個 我想煮咖哩 咖哩雞 雞松肉 然後加馬鈴薯跟胡蘿蔔 還有薑黃 台灣比較少用薑黃去煮菜 一般如果有時間才會來 通常都會往大賣場 我覺得如果你要了解一個國家 你一定要去它傳統市場看一看 因為我跟我學生說 如果到了越南 一定要去看一下菜市場 然後看一下你去買東西 看你能不能溝通 這種菜在台灣很少見 這是什麼菜 這是在越南很常看到 而且我媽很喜歡吃這種菜 但我是第一次在菜市場看到這種 因為我不知道台灣有什麼要吃的 我現在是在... 你自己是越南人 越南人 對 你看你還說有很多越南人 我也是越南人 是嗎 我來自越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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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都要吃幾道 你來自越南人 他是越南人 好巧啊 遇到頭香的 他還是要炒高麗菜 你喜歡吃高麗菜 你喜歡吃高麗菜 你老公嗎 老公嗎 他菜只會吃這種 只會吃高麗菜 然後要煮很爛 跟阿婆一樣 因為她從小跟阿婆長大 阿婆都是煮得很爛 因為她牙齒會痛 所以她到現在連她自己的孫子 牙齒沒有痛也是吃爛了 覺得菜可以了 好熱鬧 越南會有這樣子照賣生嗎 沒有耶 很少 台灣很熱鬧是因為 大家都笑得很好 就是一盤 說實話真的 兩盤50或是三盤100 我覺得好有趣 越南就是在白的那裡 你要買的時候你去哪 你不會有這樣 我覺得很真的 而且每一次到比較大的節日 像中秋節 或是台灣還有一個普渡 中原阿 很多人在賣東西 越南就是沒有這樣 可是每一檔到大節日的時候 菜市場很好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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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她 太快樂了 最主要那個微波 我只要煮一個雞咖哩 我吃點懷孕的時候他都會自己煮 因為我說不要煮 我聞那個味道我覺得很噁心 所以我懷孕那段時間都是他煮 我吃 然後我們有時候會分工 一個人煮一個人洗碗 然後最近他就不煮了 因為小孩長大了 因為他是適應環境 需要的時候才煮 不需要就不會了 對嗎 我講對嗎 爸爸讓媽媽 送飯不通過了 洞食的時候還是吃到肚子 煮到泡麵 會熟 摸熟是摸熟 然後順便今天小姑也是回來 回來比較多人吃比較好吃 人少吃很孤單 這有夠 你蛋還有嗎 我最不適應的地方就是 沒有大家一起吃飯的那個晚餐的時間 因為在越南不管怎麼樣或是多忙 其實在晚餐的時候一定會是一個 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飯 就是幾乎每天 其實我很期待在台灣有一個完整的家庭 因為我已經在台灣一個人五年了 我很希望在台灣可以有像越南的很溫暖的一個家 當我結婚之後我就發現我們家 這次公婆家這邊沒有一起吃飯 然後都是各吃各的 這次公婆家這邊沒有一起吃飯 然後都是各吃各的 甚至有時候我就是用我們在院的觀念去適應這裡 我有煮晚餐 我煮之後沒有人吃耶 我只一個人在店吃 家裡沒有人 就是你看那很大的房子 但是裡面的人都是不到幾點才回來 那我那一段時間都是等人回來 那我覺得這種生活跟搬出去住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那我是很單純這樣想 第二件就是剛畢業沒那麼忙的時候 我家裡都是整理乾淨啊 就是打掃 因為覺得住比較舒服 到後來我懷孕很大的時候 肚子超級大 還是我打掃 就沒有人跟你講說你不用打掃 你可以休息 然後我老公也不會幫我 因為我發現 哎呦跟我追過的說謊全部不一樣 第一次回家 真的是心裡沒辦法接受 因為沒辦法 沒辦法忍受 才會決定回媽媽家 他們到機場接我 他怎麼說 他怎麼說 其實是因為帶著小玩偶去 一個人 所以他知道很辛苦啊 到機場什麼都沒說 小孩給我 他沒有講話 我有偷聽到他跟我媽媽 我爸講 他說 我都沒有看他笑 坦白講 家裡面事情女生做比較多 去考慮講 兩三次 要不要做一禮 因為母親全部都在看 因為是真的 大家族會有觀感的問題 你本來沒有做 你甚至本來就不用做 你結了婚你是 可以把水倒過來這邊 然後弄在這裡 那個不用啊 先放這條 我發現 他很依賴別人 其實這個是從小 都被人家照顧 所有人都照顧我 所以我不需要煩惱什麼 我不需要想 今天要做什麼 要吃什麼 因為都準備好啊 家庭那環境 就造成他現在 比較沒那麼主動的一個個性 我們搬出去兩年多 然後我這樣搬走之後啊 他的角色變了 所以他變是 他變成一家之主 他不是兒子啊 他去那裡他最大啦 那最大你總不能當兒子 也一樣嘛 他去那裡 他變得比較成熟 比較 比較有爸爸的那個樣子 然後家裡 壞掉的東西啊 他就要自己 要想辦法去修啊 但是這邊他不會修 他覺得 給武功修就好了啊 然後他說 反正我爸就會弄你 你不擔心 媽媽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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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拍子拍子 欸 大老婆 有拍嗎 欸 不太胖了 我不要這麼近 不太胖了 吃飯了喔 等一下 客家媳婦穿衣服要端裝一點 要樸素一點 因為我剛才有客人 最耽誤了 不是我算平常都八年下班 對啊 媽媽你是我的媽媽 我是你的媽媽 嗯 這不錯是耶 哪一個 我家是信心人類的家庭 那我們家到 楊梅那個客家康 就是比較傳統 三重四德 像我 我從家裡要煮飯前 說 欸媽 今天你要吃什麼菜 我會先問他 他吃什麼菜 萬一我喜歡吃了 煮出來他們不喜歡吃怎麼辦 像我婆婆會說 你這個菜倒給狗又不吃有沒有 有時候我一轉過來 眼淚就可以掉下來 嗯 可是當我再轉過來的時候 沒關係啊 我可以 從天煮都給你吃 我是幸運了很多年 啊 你跟你的媳婦有這樣子嗎 不夠吃 我們都上班族 也很少 有些姑姑呢 雞在一起耶 因為媽媽也很忙 他有很多課嘛 等回來的時候 不是我們休息的 就是他們休息的 當然啦 是喔 我會搬出去 媽媽會心痛啊 畢竟小孩子喔 兇阿呆 他快樂啊 像我下班回來 外面小孩而已 也不錯 他們說要搬出去 我是哭了幾天幾夜 心痛啊 畢竟喔 住在一起喔 我們可以看得到嘛 他們需要什麼 他們缺什麼 他們缺什麼 快不快樂 這件倒在啦 是說要 生意就開始特殊了 不可能說 剛才大家 是生意啦 是嗎 真的嗎 對 不是說搬出去 是 賣的關係的 全部團體啦 是說 沒有我們日常奉心 開始找出一個 最好的相處模式啦 你把他生意都做 當然 他從小到大 我們都 就是 把他看護得很好 不是在爸爸媽媽的所長 所長心長大 不行 因為他今天結婚 提老婆了 只要做爸爸的擔當 我們搬出去之後 他一定要成長 所以這一定的 因為全家都會靠著他嘛 所以沒有其他的選擇了 其實在 應該是我公婆都看得出來 我老公是從一個 比較沒有那種責任感的小孩子 因為被疼愛的小孩子 變成說 他現在是要照顧老婆 照顧孩子 然後家裡的所有 都要自己去想辦法 所以大家都看得出來 他是比以前 應該說成熟很多 今天是我們應該說家庭聚會吧 我們只有有空放假的時候 就大家一起來 然後就敬個面 然後小朋友一起玩 這一位是我的 大學同學 對 我們是 我們是在越南讀書 然後是一起來這邊留學 然後 兩個人很巧就是 也是 也是在桃園 我們是貴蜜朋友 還有這個 小美女就是 就是我老公同學的老婆 然後就每一次都一起出來玩 這樣就起 就認識就變熟 然後我看到她很開心 我很久沒有看到 不是每個禮拜都會見面 但是很久 很久才有實驗章出來 Jerry 寶貝都進去了 有啊 寶貝進去 有妳說 有妳 有 寶貝吃啊妳 因為我們 我們就在一起的時候 不管是不開心還是抱怨 我們都會互相分享這樣 因為畢竟是遠加過來的 那遠加過來 我們就想要吃魚 那一點點有共同之處 你們的 這些呢 可以聊在一起 我們要女生鳥的話題啊 鳥 保養品啊 衣服啊 鳥 自己的先生啊 自己的小孩 什麼都有鳥 什麼那個洗面乳哪一種 比較好用 保養品 保養品 然後我們每次一個人 覺得好用的時候 這三個一起買 或者妳要我幫妳買 幫妳買一條 或是衣服啊 喔 衣服也是 衣服還是哪 最新買哪一條 那麽以後 那麽以後 都在賺錢 那麽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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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芳是 自由戀愛 那是我 我也是啊 我跟我先生 就是 我在這邊留學的時候 2010年 在胡偉的時候 然後慢慢認識 慢慢討厭 就是跟雅芳一樣 所以我們就是 自己決定的 對啊 所以自己也負責 對啊 就是妳選擇的幸福 不管是幸福也不行 對啊 對啊 其實我們結婚 也沒有 父母也沒有說什麽 就是很不捨啦 當然是不捨 當然是不捨 不捨 對 妳家那麽遠 對 然後有什麽困難 什麽 父母也蠻難 幫我們處理 當然如果要幫 也沒法幫啊 所以 好吧 那就自己解決吧 雅芳的革新第一個 是固執 已經做了什麽事情了 她就是會 往那個方向走 不管 外面的影響 有時候 妳會覺得 沒有意思 她怎麽會這麽固執呢 講不聽 對 但是還好是 她做的都是對的 就沒有到 錯到救不了的 這個是堅持 跟固執不一樣 其實現在台灣跟越南 沒關係 要飛來飛去是很簡單 但我覺得在我需要的時候 那是我很希望的一件事 但是我覺得真的是 永遠不會有的 媽媽 媽媽在下面 今天我們要回鄉下 跟阿婆 然後 陪阿婆吃飯 我們一般都 一個禮拜 回去一次啊 在禮拜天 那一天早前 上去會在阿婆 看信上 賣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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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回鄉下 都是等待 那個吃飯的那個氣氛 其實不是吃好吃 會覺得人多吃得很開心 然後菜一起分享嘛 這個人吃不完 那趕快趕快吃完 那或是我跟你生兩口 吃不完 那我跟你一口 就是每個人一口 把它親一親 感覺就是很開心 很溫馨的一個家庭 所以我很喜歡我鄉下 大班熟 阿公抱 來 阿公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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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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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烤肉有沒有變胖 喔 這是我公公 公公在大陸工作 這次回來幾天 什麼時候鳥過去 明天啊 明天 明天就要回去了 對 好快喔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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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樣可以是嗎 我咧 抱一下 抱一下 一 二 三 沒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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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想我嗎 抓了 你還要按著我 你可以幫忙我挑菜嗎 按醬 按醬 你也按醬 我想要先弄 這是煮飯嗎 給他煮 煮 煮 煮飯 來啦 沒有菜喔 菜我拿著 放下去就好嗎 有菜 有菜 放下去就好嗎 我們平常不會下廚 因為我們一般回來這邊吃飯都是姑姑跟婆婆 就是那輩子 因為今天是沒有人 所以就是放我們生輩來這邊煮飯 那個有些比較美 來 那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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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塊一塊 那一塊一塊 他差不多十年千十一塊六 那所以差不多兩天也沒煮到一塊 你看看 先因 媽媽爸爸的用力 對 那所以 平常那些是用 填法 視訊 等一到媽媽 不要視訊聯絡 然後 媽媽可能有 影像 你看到那些 自己也 心不心動 對 對 我一直想要不要 告訴大家 親好雅方 他們有時候 有時候 東方民族會 自己自動 不會轉來 看老婆 還不是說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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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點 非常難得 因為 我們經營 他對這個家庭 改觀 這樣 算是 我們兒子 有 這樣說 他們 如果 我們 還知道 這個是 所以 我們家人 還在家裡 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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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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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有 下雨 他們出來的 嗯 那高麗菜 你在哪裡種啊 高麗菜 這邊嗎 剛剛種啊 這邊剛剛種 你有看到嗎 有 看到耶 我不是很會割菜 我很會挑菜 不會啊 我在越南沒有看過田 你信不信 真的假的 沒看過田 我們完全沒有什麼菜園 這是我爸的那個水果園而已 你不要說 你不要看 哦 這邊很滑 我這樣很穿你都不穿啊 要聽阿婆的話 對啊 你都不要聽老人家 好滑喔 好啊 那婆婆好做嗎 婆婆好做嗎 婆婆好做還是媳婦好做 我感覺 你都做過啦 我感覺都沒有什麼差 那說香港 無淹水碟到他們就有糖色了 米又好 含白你的手就好天美又好 那你也不好 含白孫子 那天也不好 尾燕水碟碟 叫摩擦漆 那湯還夠日潤溜錯 那誰沒人說 說夠日潤溜錯啊 你也會害到 對家外含白孫子 誰沒人養就好 好 好 我覺得其實長輩都是希望你過得好 也不會說因為你不聽我的話 我很討厭你怎麼樣 其實他最後的目的就是我要看你成長 那只要你過得好 其實過去都是都不是問題 只要現在我們大家都過得很好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一個結果 我們有過得好嗎 我們現在 全部人 全部共同 對 就是走進婚姻 是我想要的生活 所以我知道 婚前我已經知道 你結婚之後你必須 要把一個人就是單獨的時間 變成說家庭的時間 其實這個我覺得是一種享受 不是犧牲 我是很享受家庭的生活 雅芳是很獨立的一個女孩子 講實在常常講 資深一個人到國外去 我覺得這也是不簡單的 要能夠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 面對自己的生活 我想這個東西本來就是 要獨立自主的觀念很強 相對的可能比情好還要強就對了 我想這個 能夠出來 直升到國外海外 這是必然的一個特質 我覺得早上要跟媽媽的感情 因為 還是需要時間去相處的 畢竟他們搬出去之後 也有一段時間沒有一起相處 只有我們一起假日回鄉下吃飯 或是他晚上會回來跟我們聊個天 就是時間 時間可以讓感情 我覺得是可以讓感情更緊密的 而且並不會因為他們搬出去 然後我們就變得感情不好還是什麼 我覺得人還是要有一點點距離 才會是好的 我到現在我是發現 如果你真的是要跟另外一個外國人結婚 你真的是要思考 你要考慮清楚 然後要花更多時間 去了解這個人 讓這個人的背景 他的家庭環境 還有社會的環境 所以我跟我老公 就變成說 因為大環境 所以造成我們不同的一些個性 異國的婚姻就會變成說 比本地人 台灣夫妻的摩擦時間會更多 會需要更長 東南 台灣人都完成了一切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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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